The broadcast is now starting. All attendees are in listen-only mode. The broadcas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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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listen-only mode. OK,我先把你变成Presenter了 好的,Shin,Thank you 好的,现在你看到我的screen吗? OK,好,看到了,好,很帅的脸 好,Thank you,Thank you 好的,各位朋友,各位股友,大家晚上好 好,谢谢大家再来看我们的第四个webinar,就是看图说故事 好,刚才Shin也讲了我们的免责声明就是 像我每次就讲自己负责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 就我们如果有看到一些好的股,记得自己要做一些analysis 然后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你的买卖,输钱赢钱都归于自己,好吗? 好,现在我们就讲回去,我们就回顾上次我们所说的webinar 上次的webinar,我们讲的是基本面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曾经讲过的 OK,营业额,净利润 如果你们还知道的话,我上次的webinar应该有给一个功课 大家记不记得,现在就跟大家revise一下我们的功课 OK,我要揭晓答案 OK,我们上次练习,我们讲用三年的数据来计算 第一个是JHM,第二个是Ocean Cash JHM我们已经在上个seminar,上次的webinar我们已经讲了 OK,所以现在我就来跟大家介绍Ocean Cash的 OK,就简单的代表Ocean Cash有两个行业 一个是做Felt,一个是做Nanoven Felt就是比如讲我们打开我们车头后面 你发现一个,你看我的照片,这些就像棉花类似棉花的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product,另外一个Nanoven也是它的product 就是如果你们有那个口罩剪开进去,你会看到有像棉花类似的东西 或者是那些pampers,女生院的卫生面里面也是Nanoven这个product OK,所以这就是公司的product 然后我们同样我们用三年,我们来看看三年的净利润跟它的营业额 OK,记得大家都对这个应该很眼熟吧 因为这个是上次我们在webinar的时候,我们用的format OK,有营业额净利润,然后我们要看quadon,quadon跟eon 我们要看到有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 OK,记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 OK,所以答案全部出来了,我已经把它变出来了 OK,这个全部都是我们记录下来了,你记得我们上次怎么做吗? 我们做在这个table,过后我们就看,业额业跟quadonquadon 在这里我们看看,OK,在2016年quadonquadon 它有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没有,我们就打一个X OK,2016的时候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我们也打一个X 然后它的净利润里面2016年quadonquadon 第一个季度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打一个X 然后2016年夜永远也是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我们照样打一个X OK,所以我们看2016年第二个季度营业额有吗?有,double digit growth 13%有 2016年第二个季度夜永远没有,打个X 然后净利润呢,2016年第二个季度double digit growth有,因为这个总值是127% 然后2016年净利润第二个季度,我9%我也算它是有吧 OK,如果你们有看它的业绩报告的话,注意什么这间公司会出现 我会注意到就是因为那时候它刚刚扩展它的公司,OK,它有一个产 是在印尼那边,所以那时候刚刚开始要运行了,OK,所以 上号就进入我的雷达了,所以像我们只是看过,OK 在2015年这是它的股价,OK 就是20,这整个2015年,我们看2016年,这就是刚才我们,OK,这个 example没有,没有我们所谓我们要的double digit growth for year on year, quarter on quarter 当然,记得上次我们webinar,我们的exampleAWC跟JHMR都是它的营业额跟它的净利润 两个quater on quarter year on year都是double digit growth,OK 但是在这个情况,这间公司呢,Ocean Cash是有一个没有,OK 就是它的营业额,year on year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OK 然后我们看看这边,我已经画的,它在quater 2的时候呢 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indicator 然后到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对不起,sorry,2017年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你看它在2017年quater 4的时候 然后你看它year on year跟quater on quarter,净利润跟它的营业额都是在 差不多我可以讲都是,全部都是negative,就是讲它有负数,它公司没有赚那么多了,OK 营业额business本身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来看看2015年到2017年一整年来讲,OK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double digit growth,就是有一个它的revenue就没有,revenue的year on year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OK 所以这里就是它当初,我们看我去刚才的slide,就是它的revenue跟net profit,quater 5quater开始跌的迹象了,OK 有跌的迹象就是给我们一个warning,就是讲,这公司好像它维持不到它的成长,OK 好,所以我们已经画了三个地方 这里,它起上去的时候,还有这里是刚才我们讲的它的那个这里,它的负数,OK 它的negative value,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看的话,OK 从0.32,刚才我们开始被trigger的时候是0.32到0.82,总共起了156%,OK 然后过后,它这里跌下来,就是它给我们第一个warning的时候,就是它的营业跟它的经历刃quater on quarter,没有double digit growth 反而是negative的时候,它就总共跌了32%,OK 还有,从这里开始,还记得吗 刚才它的,我们画的第二个圆圈,它退步最多的,它总共跌了21% 所以你看,股价真的是一个cycle来的,有起有跌,OK 不是讲我们不可以,每次人家讲我们不可以爱上一个股,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有时候有起,有时候有跌的,OK 所以你看,如果你这里买,你差不多过了一年,你又差不多又,我们讲吗 建材化水,对了,建材化水,OK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买入的原因就是我们卖出的原因 好了,现在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的功课,现在我们就讲这个我们webinar讲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分析,OK 技术分析,应该大家都有听过,OK 通常都是我们讲是technical analysis 什么是technical analysis,什么是技术面分析,就是我们按照以前的走势,来预测未来的走势 记得我们是看以前的走势,来看看未来的走势是怎样的 当然,跟基本面一样的,技术面也绝对不是100%正确 但是我们只是用这个技术面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来面对即将来的东西,OK 所以技术面分析可以原来决定买卖入场离场,OK 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买卖入场离场,OK 还有即使我们有好的基本面分析,我们也可以利用技术面的工具来辅助我们的买卖入场离场的价位 这个写错之后,OK 技术面就是帮我们买卖入场离场的一个工具 所以技术面分析是需要很多练习来提高知识的,不是讲我们今天一学校,我们就立刻就知道了,没有的 他是要像我们小时候做功课也是这样,数学题不会做不明白啊,也是要慢慢慢慢练习来做的,OK 大致上呢,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有Busa Station跟Chart Nexus 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的Busa,因为我们的Busa Marketplace也是可以有charting的,OK 同时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投资股票的平台啊,然后刚才我们讲的Busa Marketplace,Malaysia Stockbiz啊,这样子,OK 所以在这次的webinar我都会用这三个例子,which is Busa Marketplace,Malaysia Stockbiz跟Chart Nexus来做示范,OK 所以这个蓝色的字就是我本身的意见啊,技术面分析对我而言是很重要,因为我喜欢靠技术面来买卖入场离场 如果是中长期的股呢,我通常都是用基本面来操作,还是另外一句我们讲,我将会决定我买入的理由 如果我买入的理由是因为技术面好,那么我卖出的原因也是因为技术面,OK 所以这里就跟大家讲有图表的类型,基本上呢,技术图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就是线形图,条形图跟K线图,OK 所以这个,其实这三种图都有自己的好处,自己的作用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多是讲K线图 但是现在让大家接触一下什么是线形图,OK 线形图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条线而已 它就是考虑到收视价 然后呢,它每一天的收视价就点点点点,然后就画起来 就变线形图,OK 其实,线形图它不能告诉我们太多的东西 尤其如果大家对基本分析没有什么清楚,没有什么了解的话 基本上呢,我们看线形图就会知道了,OK OK,就是由收视价绘制的线形图 好像如果我们没有技术面的分析,我们不会看这些 那些蜡烛,我们还不会看,我们就看这个蜡烛 我们就看这个线形图,这是我们FBM KLCI OK,它曾经上,横摆,下跌,现在又开始回升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而已,OK 线形图,OK,第二个就是调形图 调形图呢,反而可以告诉我们更加讯息 就是最低价,最高价,开市价跟我们的收视价 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个 OK,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这就是调形图,好吗?我们看到一条一条的,好像我们的组物这样子 OK,有组物,有它的根,有它的草 这样子,OK,我们就看这个蜡烛 我们这个调形图,看这个调 它告诉我们它的开市价,收视价,最低价跟最高价 OK,所以这个就是调形图告诉我们的资料 OK,所以K线图,OK,这K线图或者我们讲日本竹台图表 英文我们叫Japanese candlestick,OK,它跟调形图类似差不多一样的 因为他们表达了一样的讯息,就是最低价,最高价,开市价跟收视价 OK,所以其实K线图跟调形图的好,我们一看一根蜡烛的时候 或者我们看那条线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图表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OK,它的结构跟图表模式很容易就看清楚 而且价格可以一目了然,一看就直接知道他跟我们讲什么了 所以,这个K线图可以告诉我们 那个蜡烛到底是熊式还是牛式的蜡烛 OK,所以我在这边我都会用K线图跟大家来沟通 OK,OK,这个就是K线图 这个K线图就是跟那条形图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我们看到这是蜡烛 OK,他同样也是告诉我们开市价,收市价,最低价跟最高价 OK 好,所以我们华人的名句有说过一句 公寓三骑士,必先立骑气,就是讲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我们的器材 比如讲像这个mechanic,他要维修leaf 他的家里的那个,他的condor的leaf坏了 OK,他不可能拿着没有拿着工具 他一定要拿工具,而且要拿最好的工具 他认为最好的工具 对不对 OK,所以现在我们讲的 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工具 现在我们有chartnexus 这些是可以下载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Busa Marketplace网址 这个就是我们Busa Marketplace网址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应该也会跟大家一起go through一些example 我们就用Busa Marketplace来看看 如果你们开Busa Marketplace网址 这里下面有个charts 看到吗,青色这里有个charts 你就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这三个有上面有price chart candlestick跟technical indicators 所以这个price chart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线形图,有没有看 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的线形图 就是他把每一天的收市价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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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起来 然后他用一条线画 OK,第二个就是candlestick 就是刚才我们讲care线图 你会看到一根一根像蜡烛这样子的东西 有吗,像蜡烛这样 OK,然后这里还有最右手边有个technical indicators 就是刚我们有技术面指标 OK,就是我们可以放simple moving average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这个我将会在第五个webinar 就是下一个webinar跟大家讲 这些技术面的技术指标 OK,今天会跟大家比较多在聊关于蜡烛 OK,所以明白care线图 我们的Japanese candlestick OK,care线图是最普遍 最多人用的技术工具 OK,所以一根蜡烛可以告诉我们当天的最高价 最低价,开市价跟收市价 就是刚才跟我们之前讲的了 OK,例子我们看看7月28号的Tanaga Tanaga这支股 OK,我们有看到open跟last 记得我上次在第二个webinar 曾经讲过open跟last是什么意思 open就是他开市价 OK,比如讲9点开市了 Tanaga一开市的时候是15块 OK,他的last就是他收市价的时候是15块1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画一个开市价15块 收市价15.1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我们的蜡烛 如果你看他的我蜡烛的动向 他是从下面直到边上面 就讲他开市的时候在15块 然后他升上去到15块1 OK,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蜡烛的身体 蜡烛的身体 就从开市价到收市价 OK,所以我们再看看 high是他曾经最高走到15.12 OK,15.12 我们这里画一条线15.12 最低曾经走到14.96 14.96 OK,所以我们在这边再加了两条线 过后我们再加多一条线 把我们的蜡烛扩到 OK 所以这个蜡烛的上方我们叫做上影线 下影线就是蜡烛的下方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蜡烛 他告诉我们四个东西 开市价,收市价,最高价跟最低价 OK,这个蜡烛很好用的 不是生日的蛋糕 这个很好用的 OK,看看下一个 OK,现在我们会讲什么是阳烛跟阴烛 OK,阳烛就是当我们的收市价高于开市价 收市价高于开市价 就是像我的这个蜡烛的动向 就是从开的时候它收市在上面 所以收市价高于开市价 OK,所以这是开市价 这是收市价 然后同样的像我们画上影线跟下影线 OK,最高价跟最低价 记得吗?刚刚我们讲的 那那个上影线的尾端 那个就是最高价 下影线的尾端就是下影线这里 所以身体跟刚才一样的有身体 上影线跟下影线 OK,还有其实羊烛有两种颜色 就是青色或者白色 OK,在马来西亚 青色是羊烛来的 但是在中国的时候 他们的羊烛是红色的 所以你不要弄乱 OK,记得 因为中国比较喜欢红 有没有,就像新年这样 红运单头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他们的羊烛就是红色 但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羊烛是 就是单收市价高于开市价 OK,单收市价高于开市价 OK,我在讲这个时候 会比较讲的慢一点 因为我上次有跟人家解释的时候 人家不是有时候会弄乱 OK,所以要对我有点耐心 因为这东西很重要 OK,音烛 什么是音烛呢? 当我们的收市价低于开市价 OK,收市价低于开市价 你看我现在我的蜡烛的动向 它是从上到下 开始的时候它是在上面 它收市的时候它在下面 OK,就讲它当天9点开始的时候 它是在很高的位置 它收市的时候是在下面 OK,开市价跟收市价 所以它也是同样有上影线 跟下影线 OK,总之在蜡烛的上面 我们就叫做上影线 下面我们就叫做下影线 OK,所以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黑色 红色跟黑色 记得阳烛是青色跟白色 阴烛就是红色或者是黑色 OK,红黑清白 OK OK 现在我会差不多跟大家讲我们怎么画蜡烛 就是要希望大家会明白这个蜡烛 到底真正是什么意思 OK 当我们看到这个蜡烛的时候 你看这个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9点是什么 记得吗?9点是我们开市的时间 OK,5点是我们收市的时间 看它这里一开市的时候是在这里 这里是2块7毛4 它当天有走上去 曾经走到这边2块8 然后又下来又东到2块7毛4 然后它中间有看到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的Busa 它的有像我讲的 有Titch有上半场跟下半场 OK,也是有休息的 休息是12点半到2点半 2点半开始的时候 它又上去又下来 又上去又下来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画我们的蜡烛 OK,很简单 开市价2块7毛4 这边画一条线 OK,收市价在这里 不是这里 这里是最高价 收市价 就它到5点的时候 它什么位置收市 2块7毛9 2.79 OK,然后这个我们把它 把它开市价跟收市价 画起来变成一个蜡烛 这就是蜡烛的身体 对吗? OK,它曾经最高走到2块8毛1 同样的我们就画一个上去 画一个上影线上去 OK,所以这个蜡烛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是青色或者是红色呢? 记得啊,我们讲羊主什么? 羊主是单收市价高于开市价 OK,所以这个开市是2块7毛4 收市是2块7毛9 所以它应该是青色 不是它应该,它一定是青色 OK,它一定是青色 这是羊主 我们的羊主 记得啊,我们的羊主是当我们的收市价 高于我们的开市价 OK 好,下一个例子 我们讲这个这只股 OK 它的开市价是在这边 这边 所以是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这里 是的,你看到9点的时候在这边 OK 然后它曾经有走上 有走跌下来上去 到4点多在这边 然后12点的时候 OK 在这边挣扎 然后2点半的时候 上一下 跌下来 又上去 又再跌下来 收市在这里 所以我们开市价 跟收市价这边 之间我们就帮它画 之间我们叫做蜡烛的身体 OK 它的身体 OK,好 所以它曾经最高 走到这里 OK 这是它的上影线 所以这个蜡烛是阴烛还是羊烛 OK 它是阴烛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收市价 低于它的开市价 OK 它9点一开市的时候是在这边 然后一整天9点到5点的时候 走下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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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最后是收市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阴烛 OK 可能你们会有一点乱 变景我们 我还有几个例子 我们一起再慢慢走过 OK 我们现在我们看这个蜡烛 OK 它开市价的时候是在这边 记得开市价 我们画一条线过去 收市价的时候 在这边5点 我们看到5点这边 画一条线过去 那我们就看到 曾经最高走到多少 曾经最低走到多少 最 sorry OK 然后记得 这个上 收市价跟开市价 画一条线 变成一个蜡烛 OK蜡烛的身体 我们就画 曾经最高 叫做山影线 曾经走过最低 我们叫做下影线 OK 所以这个蜡烛 应该是阴烛还是阳烛 OK 答案是阳烛 为什么呢 因为它收市价高于它的开市价 OK 所以是青色 所以是阳烛 OK 有没有慢慢开始pick up了 OK 所以我会讲比较快速一点 我们还有一些example OK 这个股 它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边 9点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就跌 然后再慢慢爬上来 爬爬爬 再慢慢上去上去上去上 收市的时候 在这边5块8毛9 OK 所以记得 开市价跟收市价 画一个蜡烛 连起来画一个蜡烛 然后它曾经最低 是在这边 它这个 这个图表 它没有曾经最高走多 它没有最高价 OK 因为它收市的时候就是最高价 OK 所以它没有上影线 OK 最低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画一条线 通过去 这是下影线 蜡烛的下面都是叫做下影线 OK 这是阴烛还是阳烛 应该都很清楚了 这个是个阳烛 OK 它是青色 所以是阳烛 为什么呢 因为它开市的时候 在这里 它收市的时候 在上面这边 它的收市价高于它的开市价 所以是一个阳烛 OK OK 这个 OK 我们看这边 开始的时候 9点开始的时候 在这边 然后呢 当天10点 12点 OK 2点 4点 5点 收市的时候是在这里 OK 开始的时候这边 收市的时候在这边 过后两三 开市价 开市价跟收市价的两条线 我们画个身体 OK 这个应该很明显吗 是阴烛还是阳烛 是阳烛来的 OK 所以是青色 OK 阳烛来的 因为它的收市价 高于它的开市价 OK OK 这个 我们看这支鼓 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 它在前面这边是没有 就是讲它在9点到差不多11点的时候 是没有人买卖 像我们讲买股票都是有买卖吗 对不对 有transaction 有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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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借货 有人卖货 就它前面这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transaction 所以它就是空空的 到差不多10点半 应该是11点或者11点半左右的时候 OK 就有人就transaction了 OK 然后开市价 坏条线 收市价 收市价同样也是在这边18块 一模一样的 它开市跟收市一样的 所以还是一条线 所以这个蜡烛没有身 这个蜡烛没有身体 OK 因为它的开市价跟它收市价一样的 OK 它有没有上影线呢 最高走到多少 没有 最高还是在18块 最低曾经走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面画一个下影线 OK 在我们的技术面里面 这个我们叫做十字星 或者英文我们叫做Doji OK 这是我们叫做Doji 嗯 OK 应该是差不多是最后一个example了 这个 OK我们看啊 在前面那边的时候也是没有transaction 就讲没有人买没有人没有人卖 OK OK 然后这个是从0.645开市价 画一条线过去 开市价 收市价是什么 0.635 OK 然后 开市价跟收市价 画起来 变成一个蜡烛 OK 这个蜡烛有没有上影线 有没有下影线 没有 因为它最高 就是在0.645 最低就是0.635 OK 就是在这个蜡烛的范围里面 OK 所以这个蜡烛是硬烛还是阳烛呢 当然是硬烛咯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收市价低于它的开市价 OK 就讲它一整天9点多的时候开市的时候就 上就人家卖 卖到它跌下来 一整天就在这边维持着 然后上一下 又下来 又收市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阴烛来的 OK 还有最后一个 OK 我们看这只股也是 开市价的时候在0.98 OK 一整天就很多人卖卖卖卖卖卖 早上从9点卖到10点 然后过后又上一下 吃好午餐 又下来 又收市在这边 所以同样的开市价 画一条线过去 OK 收市价画一条线过去 然后呢 开市价和收市价之间画两条线 它这是蜡烛的身体 看有没有上影线跟下影线 OK 这边没有上影线 就下影线 最低曾经走到这里 就画一条线 所以这个蜡烛是硬烛还是阳烛呢 对了就是阴烛来的 因为它的收市价 收市价低于它的开市价 所以这是阴烛来的 OK 阴烛 好 OK 该我们在我们图表上面看的 都是所累积的日线图 什么是日线图 就是该我们讲的吗 早上9点到5点 那我们叫日线图 就是那一天的日线图 OK 所以 这个是Booza Marketplace的例子 我们看Nestle 这只股 所以你看到它没有几个蜡烛 就讲它几天 好吗 一根蜡烛 就一天 两天 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天的日期 OK 所以这个都是每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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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每一天就是一根蜡烛 OK 上面这里 OK这边看这边上面 这个下面是它的量 OK它的Volume 等下我们也有讲到它的Volume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所以记得这蜡烛就是日线图 OK 我们可以 我们也是有月线图 跟周线图 就是monthly chart 跟weekly chart 这是我们都可以自己瞧的 但是在这边我们这样看日线图 就是我们的daily chart 上面这边 下面也是Volume OK 它的量 OK 成交量 好 所以再看这个股revenue 这个revenue是刚刚 IPO不久 刚刚上市不久 所以有时候看到 到底这个股上市几天了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这样这个revenue股刚刚上市是九天 OK 7月18号到8月13号 就是8月13号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 所以总共在market里面有十九天了 OK 所以 现在我们要讲到蜡烛的威力 不要小看这个蜡烛哦 我们单单看那个蜡烛 我们都知道它的momentum 它的威力有多少 OK 所以每个蜡烛都有自己的威力 OK 每个蜡烛有自己的power 好吗 所以我们是看这个蜡烛的收视范围 记得啊 收视范围啊 keyword是收视范围 来决定当天的威力 OK 所以蜡烛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那个蜡烛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范围 就是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 你们可能会问 我那个蜡烛怎么分成范围呢 很简单 你就把它的最高跟最低 ok 最高跟最低 中间再切 再加多两条线 就把它变成均匀就好了 也就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 ok 像我这个example 我的这个例子就是蜡烛整个范围 sorry 蜡烛整个阳烛 它收视价跟 它的最低价 就是它的开视价 给它最高价就是它的收视价 就是整个蜡烛身体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就是我们讲买家较多 ok 叫买家很多 第二个范围就是不分三下 就是讲买家跟卖家一样多 范围上就是卖家比较多 ok ok 我们走下一个slide 看看你们明不明白 ok 像我们看阳烛啊 我们看阳烛 还记得什么是阳烛吗 青色的蜡烛 它的收视价高于它的开视价 ok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example 这个是阳烛来的收视价 高于它的开视价 ok 所以 它收视在哪里 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讲它的keyword是什么 蜡烛收视的范围 它收视 记得它收视 所以在这个蜡烛里面 你看我蜡烛的动向 从下 开视的时候 就直接收视在上面 该记得吗 收视啊 它的keyword是收视范围 收视在上面 收视在第一个范围 他收视在范围E 所以 它是买家为主 好 记得啊 范围E就是买家为主 好吗 ok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 看到吗 还记得吗 开视价在这边 收视价在这边 而且这是它的上影线 就是讲 这个蜡烛在当天 曾经最高 走到这个位置 ok 所以我会问你 它收视在哪一个范围 是看这个 还是看这个 记得这是阳烛 阳烛所以是看这个 它的收视价 ok 所以是看在这边 它收视在范围 在第二个范围 ok 所以第二个范围是什么 我们讲不分三下 就是讲当天买家跟卖家一样多 ok 买家跟卖家一样多 所以它参差不齐 ok 买家跟卖家打打打打打打了 收视在第二个范围那边 ok 我们看这个 第三个例子 这边 ok ok 这个记得是阳烛 所以我们的收视价在哪里 是这条 还是这条 是这条记得啊 我们收视价是我们的 呃 我们的阳主是收视价 高于我们的开市价 就在这边 所以这个没有上 这个蜡烛没有上引线 它只有下引线 就是它曾经 最低的时候走到这边 ok 就是讲它开市的时候在这边 然后可能股价曾经有上下上下 但是它收视在上面 ok 所以这个蜡烛收视在第几个范围 它收视在第一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 所以第一个范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买家为主 就是这个蜡烛 它开市的时候 可能前面被人家卖卖卖卖卖卖 过又被一大堆人买上去 他收视在这边 看到吗 他收视在范围一 范围一就是买家为主 我再重复多一次啊 就是开市的时候在这边 然后他当天的时候可能有买卖上下上下上下 我应该可以在这边 我应该可以在这边 你们应该现在看到我的 现有看到我的那个吗 马克这边 有有有 啊 ok 好 好 就是讲 我们开市的时候在这边 然后呢 他当天有三下三下 曾经最低走到这边 但是他收视的时候在上面这边 ok 所以我们看他 在我们的slide讲吗 看他的范围收视范围在这边 所以是第一个范围 所以是讲 他收视在范围一 买家为主 ok 就是当天前面的时候很多人卖 过又被人家买上去了 所以他收视在第一个范围了 ok 我们看 ok ok 第三 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例子就是 这边 这个是羊主记得啊 收视价是高于开市价 所以这个下面这边是收视 开市价 这个上面是收视价 ok 你看这蜡烛 他收视在第几个范围 我这边写了吗 诶 这第三个范围 所以这个 这个股呢 在当天的时候呢 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买上去 过后买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 很多人在卖 买买买买买买买 买到 买把那个股价压下来 压到跟开市价差不多 同样的范围 ok 所以他收视在第三个范围 他收视在第三个范围 所以是买卖 是卖家为主 ok 记得啊 买收视在第一个范围 是买家为主 第二个范围 是不分三下 就是买家跟卖家 参差不齐 ok 样多 不分三下 所以第三个范围呢 就是卖家为主 ok 嗯 所以我们看 这个蜡烛的威力 我们看阴烛 什么是阴烛记得吗 阴烛是红色的 就是我们的收视价 低于我们的开市价 收视价低于开市价 这个例子 你看到我蜡烛的动向吗 是从上 开始 然后走下来 再来一次啊 上 到下 就我们开市的时候 是在 开市的时候是在上面这边 ok 等一下 sorry 开市的时候是在这边 他收视的时候在这边 ok 他收视在第三个范围 收视在第三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是什么记得吗 买家为主 还是卖家为主 还是称赐 还是不分散下 第三个范围是 卖家为主 就是这个股市 sorry 这个蜡烛 一开市的时候 就被人家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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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视在这边 ok 第三个范围 记得刚才我们的key word 我们讲 他收视的范围 收视 收视就是他五点的时候 闭市的时候 收视的时候 五点的时候他收视在哪里 ok 所以第三个范围就是卖家为主 ok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ok 这个蜡烛 他开市的时候 是在这边 他开市的时候是在这里 ok 开市的时候在这里 然后呢 他股价一整天的时候 还有三下 曾经最高走到这边 过他又走下来 ok 他收视在这边 ok 所以我会问 ok 这只股 这个蜡烛 他收视在第几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 ok 第三个范围是什么 卖家为主 明白的意思了没有 我在讲啊 就是他开市的时候 他开市的时候在这边 ok 然后他股价曾经最高走到这里 然后呢 过后 但是他5点的时候 他收视在这边 就是被人家卖 ok 这个股市被人家 这个股票被人家卖 在曾经走最高 被人家卖卖卖卖卖 卖到他收视在这边 所以 这就是收视在范围上 就是卖家为主 ok 好我们再看啊 第三个例子 ok 第三个例子 他开始的时候在这边 记得这是音阻哦 sorry 他开市的时候是在这里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交叉 ok 不用紧 他开市的时候在这边哦 记得这是音阻 音阻就是讲我们的收视价 低于我们的开市价 好吗 ok 所以他收视价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 一整天 就有人卖他 买买买买买 曾经最低走到这里 这个范围 过后呢 他要收视要5点的时候 又有人买上去了 把它扶起来 把它压上去 sorry 把它推上去 什么压上去 把它推上去 推到收视在这里 这里是第二个范围 所以我们这边讲 收视在范围二 范围二是什么 不分三下咯 ok 所以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ok 这个就比较interesting 这就比较精彩一点点 ok 这是印竹还是羊竹 印竹哦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收视价 低于他开市价 ok 这里是开 这里是收 记得收视价 低于开市价 这个是印竹 ok 就讲 这蜡烛早上 9点 green 开市的时候 他整天在这边 然后一整天 可能我不懂他当天的幅度啊 我不懂他上下 上下 但是他最低曾经走到这个点 ok 然后我不懂他几点啊 可能他 午餐过后啊 或者10点多过后 就很多一大批人买上去 把它推上去 推上去 推到他收视在哪里 收视在第一个范围 看到吗 收视把 第一个范围这边 所以他收视在范围一 收视在范围一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买家为主咯 ok 就是讲 当天 前面时候人家把它压下来 卖掉卖掉卖 卖掉 但是又有一笔人 一帮人把它推上去 推到他收视在范围一 就讲卖就是讲买家为主 ok 就讲很多人去买他买到把它推上去 ok 所以这就是蜡烛的威力哦 所以大家基本上明白了没有 因为这个很重要一下哦 啊 只是记得我再回去看我们的slag 看我们讲的地方 oops ok 记得 sorry 就允许我再回去 刚才这个蜡烛这边 ok 蜡烛的威力 威力 我们怎么决定 我们是看当天收视的收视的范围 我们看当天收视的范围 好吗 当天收视的范围 这一定要记住啊 ok 我在他收视的范围来决定 当天的那个 当天的 等一下 当天的威力 记得啊 第一个范围就是买家较多 第二个范围就是不分三下 第三个范围就是卖家比较多 ok ok 我们这里就看过好的 ok 现在我们讲到价量配合 其实 有时候给我来讲呢 最简单的技术面就是我们看价量配合 我们不需要看什么 啊 啊 不需要看什么 Bollinger Band啊 价量其实本身就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啊 当然Bollinger Band跟Simple Moving Average是有好处的 是帮助我们更加肯定 到底他是什么趋势 好吗 就像我们在这个webinar 我们讲价量配合 ok 价位 就是price action 就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讲price action是最重要 因为价位的差别 将决定到底我们是在输钱 还是在赢钱 ok 像我讲的第二个point呢 价位一定要和成交量配合 就是讲啊 price action一定要跟volume配合 成交量将确认价位 ok 为什么我们讲成交量很重要 有什么配合呢 因为成交量将会透露当天的活动 就是讲当天是很多人在买还是在卖 活动值得只有两个罢了 或者是买或者是卖 ok 所以成交量会告诉我们当天是买还是卖 如果我们看到他收视在第一个范围 记得吗 刚刚我们讲第一个范围就是讲买家比较多 我可以讲那个蜡烛 当天的活动买家比较多 买的人多过卖的人 所以他才会起吗 ok 所以价量一定要配合 才能复乘 证实当天的活动 ok 这是tory啊 价量一定要配合 ok 然后记得我们在第一个 第二个webinar的时候我们就讲了 股价的上下是依据供应和需求 supply跟demand的原则 凭着价量我们就可以预测市场的走势 ok 所以价位只是说了一部分的故事 价位只是说了一部分的故事 成交量 成交量完整了整个股市 ok 记得价量一定要配合 所以股价和成交量一定要搭配好 才能描述一个真实的事实 ok 股价跟成交量 我们现在来给一些example 我们来看这些例子 好吗 ok 我们注意这些成交量 底下这些成交量 ok 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上面是蜡烛 蜡烛 这是k线图 蜡就是告诉我们 当天它的最高开市价收市价最高点跟最低点 曾经走过的走势是怎样 下面这些咧 我们看到就是它的量 成交量 transaction的那些volume ok 所以我们看这些 我们看这些高的volume的 很高的volume的 ok 就这些比较凸显的volume 这些高高的全部这些 ok 所以我把它用红色 ok 这个我的slide 稍微比较红一点的 这里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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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过五就把它分成ABCDE ok 像我们就用我们的 我们看到我们那个量很高的 我们就把它capture起来 我们看看那个蜡烛 ok 我们去看看蜡烛 我们看A蜡烛 它收市在第一个范围 是吗 看到吗 这个蜡烛 ok 这是硬烛还是阳烛 这个是个阳烛 为什么呢 因为它收市高于它的开市价 ok 一开始的时候就这里 深深深被人家买上去 ok 所以我可不可以讲 今天A蜡烛 这个A哦 买的人 多过卖的人 ok 对吗 是不是 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你看后面的量这么多 就把它推上去 推上去 看到吗 这里开市的时候 然后就被人家推上去 收市在这边 这个量又这么大 ok 所以 我们这边讲 它是 收市在zone1 收市在zone1是什么 收市的第一个范围是什么 买价比较多 对吗 买价比较多 ok 好 现在我们看B B 看B的时候 同样的 我们记得吗 我们讲我们把最高的Volume的地方 我们圈起来 ok 这是B 我们看那个蜡烛 ok 这个蜡烛 我们怎么把它分成三个范围 就是用我们的肉眼 最高 最低画起来 用眼睛看 这边 这边 所以这里是zone1 zone2 zone3 ok 所以它收市在第几个zone 收市在zone1 是不是 ok 如果你们不相信 不讲不相信 sorry 如果你们好像怕肉眼看错 你们也可以 愿愿数学 愿愿我们的数学 像我们老师教过我们 我们小时候 数学老师教过我们的 比如讲 它的开市价是多少 它收市价是多少 开市价跟收市价是多少 比如讲 它开市的时候是1块1毛2 ok 1块1毛2 然后它收市的时候是1块 就最高跟最低点 中间除3 有没有 1块1毛2 写下来 让大家不要清楚 不要乱 ok 就是比如讲 它最高是1块1毛2 最低是1块 所以我们互相减下它是0.12 要分三个范围吗 三个范围 除3 所以是0.04 432 所以每4点 每每每每个0.04 我们就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ok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例子 B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像我刚才画了三个位置 三条线 所以画了三个范围 所以它收市在zone1 ok 所以在我们的 B蜡烛 它收市在zone1 zone1是什么意思 买家比较多 是不是 ok 像我们看看第三个蜡烛C 同样的 最高跟最低点 它有上影线 所以它最高是我画的上影线 最低是在这边 然后呢 我把它分三个 三个 三个 三个范围 我用肉眼看 ok吗 准准吗 有没有 虽然我没有 可以了 准准吗 是不是差不多 我用肉眼看的话 ok 同样的 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第三个范围 记得一定是123 123 因为我之前有人 每次跟我乱了 他讲123 从下算到上 不是我们从上算到下 上算到下 ok 所以123 所以这个C 是熟 C的蜡烛是收市在第几个zone 收市在第一个zone 是不是 所以应该大家比较熟悉 ok 我们看看这个D D 同样的 最高跟最低点 最高在这边 最低在这边 我用肉眼把它换三个 我应该要用其他颜色 好 我用蓝色 大家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我也不要喜欢蓝色 ok 最高点 最低点 过后我用肉眼 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zone 1 zone 2 zone 3 ok 这个蜡烛是硬烛还是阳烛 这个蜡烛是阳烛 为什么是阳烛 因为它的收市价 高于它的开市价 收市价是这个上面 这是 开市价在这边 ok 所以它收市在第几个zone 收市在zone 2 ok 收市在zone 2 收市在zone 2 ok 所以zone 2 什么意思 不分三下 对不对 ok 看最后一个蜡烛 1 我们看蜡烛1 我们看蜡烛1 同样最高 最低 画起来 过我们就把它切成三个部分 差不多 肉眼看啊 这边 ok 范围1 范围2 范围3 ok 这个蜡烛收市在第几个zone 它收市在第1个zone ok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羊主吗 羊主是它的收市价高于它的开市价 ok 所以 这个是一个羊主 它收市在第几个zone 收市在 第1个zone ok 所以你看到这些高的volume 这些全部 ABCDE的 他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很多人在买入 而且他们还没有卖 我怎么讲他们还没有卖 因为如果我要看到他们卖的时候 一定 要有一根蜡烛 比这些 这些 这些 还要高 应该要有一个很高的蜡烛 才可以表示把他们 他们这些全部人卖掉了 或者 可能 因为大多数的那些专家 或者我们讲 那些market maker 或者是那些基金经理啊 他们不可能一次过把全部卖到完 如果全部卖到完 哇 那天一定蜡烛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分批买 是不是 你想基金经理他 当然他不要 忽然间刺激到整个股市吗 他一定是分批卖 跟分批买 ok 他就如果我们看到同样的几天过后啊 有个类似 let's say 我花的这么高的蜡烛 这么高的蜡烛 而且这些蜡烛 全部是 阴烛 收拾在zone 3 我们就可以讲 ok 那些人已经在卖掉了 但是在这个股上面呢 在这个股 这个是什么股啊 这个是 mmsb 暂时我可以讲很多 基金经理或者很多人在买 但是他们还没有卖 所以我很敢肯定讲这股市还是一支上 ok 看日期啊 这个是7月28号2017啊 这是我们的sample啊 不是讲明天我们可以买啊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企图啊 我只要让大家明白这蜡烛啊 记得啊 ok 这是我们的example啊 ok 过我们看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ok 我们看这fp group ok fp group啊 今天也是刚刚公布了他的业绩 你们去可以看看一下啊 看点我们有时间我们就看了ok 所以我们看啊 同样的我们拿高的volume 我们做个marking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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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同样的也是有给他ABCDE啊 ok 然后呢 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就看第一个 ok 同样的我们怎么画就是这样子 最高最低 ok 然后画 这个蜡烛是硬烛还是阳烛 白色是阳烛 ok 所以放123 ok 所以他收视在第几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嘛 对不对 ok 所以我应该会比较快skip过完 第一个范围 zone1 zone1什么意思呢 买家比较多咯 你看 如果你的肉眼看啊 B跟C哦 他也是收视在第一个范围嘛 是不是 这样B跟C也是收视在zone1 买家比较多 ok 同样的你看D D也是吗 ok 阳烛收视在第一个范围 所以也是买家比较多 我们看看E 我们看看一阳 E 同样的最高点 最低点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zone1 zone2 zone3 ok 所以这个收视在第几个zone 第二个zone 第二个zone 第二个zone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mine sorry 不分三下 ok 这个该我们蜡烛讲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类型 这是Doji ok 记得啊 因为它的收视价跟开视价是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是个Doji来的 ok 好 ok C 所以D是收视在zone1 E收视在zone2 所以这同样的蜡烛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很多人在买入 而且他们还没有卖 可能这股价从上跌了下来 忽然间可能它是有一些原因 可能它有出很好的业绩 还是什么 过人家就继续买 ok 所以你就看到它的量一直加量配合 记得吗 我们刚才讲加量配合 加跟它的量都一起在上 加量配合 ok 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Telecom ok 同样的 在这个蜡烛 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就看看到底 最高的 最高量的地方在哪里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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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边 ok 就我你们可能会问 我怎么决定哪个量是最高 我就阿卡阿卡用肉眼看 最高的 就是一座山 我们看到哪里是山顶 ok 这些总共是山来的 我们看看它的山顶在哪里 ok 所以我们就阿卡阿卡画一下 好 我们就也同样的 把它那个我们看它的量 然后 我们也是把它分成给它名字ABCDE 我们看第一个 蜡烛A 硬烛阳烛这个 硬烛哦 ok 所以 为什么是硬烛 因为它是黑色 而且它的收市价 低于它的开市价 ok 所以同样我这边画 最高点 跟最低点 ok 然后我就把它分三个部分 我这样子 这样子 差不多啦 阿卡阿卡是这样子看 ok 然后 好 所以它收市在第几个Zone 差不多是二或者是三啦 我在这边是写第三 ok 收市在第三个Zone 看这个B 蜡烛B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了哦 这个是个阴烛来的 它的开市在这边 收市在这边 所以它的最高点跟最低点 最低点在这边 ok 同样的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ok zone1 zone2 zone3 收市在哪里 收市在zone3 在这边吗 ok 所以这个收市在zone3 所以zone3 什么意思 zone3就是讲 卖家比较多 卖的人比较多 ok 收市在zone3 卖家比较多 ok 我们再看蜡烛C 最低点最高点 收市在zone1 这样买家比较多 是吗 ok 再看蜡烛D 蜡烛D也是一样的 最高最低点 然后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zone1 zone2 zone3 它是个阳烛 所以它这边收市在zone1 所以我们讲它的买家比较多 因为它收市在zone1 ok 好 蜡烛E也是同样的收市在zone1 买家比较多 ok 这个ABCD 蜡烛D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ok 它告诉了我们 A跟B卖出的量比CDE大 我怎么讲呢 我就肉眼上 我这样子看 这个蜡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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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量我可以讲 全部都是卖的人 OK 我就 AGA 我就把这个A跟B的量加起来 我加起来了过后可能有可能有这么多肉眼 我只讲肉眼 这个到这边跟这个这边可能加上去的时候 差不多到这个量这边可以讲这么多量在卖掉 ok 这边这边开始 所以你看A跟B的卖出的量 它的Volume比CDE大 你看C只是这么少 你D搬上来可能才这么少 E也是更少 所以可能这样子 就是讲卖的人 还是比买 买 卖的人还是比买的人多 ok 我什么时候要买呢 我会选择有加量的突破 比如讲过后几天 过后几天 这个蜡烛 这个Telecom Malaysia 它来一根 这么大的量 然后呢 它的蜡烛是 羊烛 收视在Zone1 不管它有上影线 不要讲 总之它有上影线 下影线不要紧 总之它收视在Zone1 ok 我就会 留意我讲 好像买量开始又进来了 ok 这个是我们的加量配合 我们我本身喜欢看的加量配合 ok 就是蜡烛跟量 它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ok 这里有个我的部落格有的参考 我曾经有写 你那个你去看A的隔壁好像有一只蜡烛 蜡烛也是蛮 那个量也是蛮大的 你好像忘记加进去 哪一个这个哈 A过 在A过去 这边哈 不是不是 右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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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哈 对 这条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 这个量跟低差不多一样 这个量跟低差不多一样 对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是个阳烛 我们再把它分三个部分 最高跟最低点 然后我们再分 ok 所以我们Zone1,Zone2,Zone3 所以我们可以讲 这个蜡烛说是在Zone2 就是这样它的不分上下 它买跟卖的人差不多一样多 ok 所以这只是一个example 现在也讲得很对 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就可以看 第一个我们要抓的重点是 我们看那个量 量很高的地方 我们先mark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大底那个蜡烛是 硬烛阳烛 收拾在第几个Zone Zone1就是这样买家多 Zone2是不分上下 Zone3就是卖家多 ok 所以啊 这个我曾经写过的blog 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2月13号 5月3号 跟 6月8号 都是2017年写的 所以我这里有几个例子 啊 有mmsb啊 jftek啊 fpgroup ok 当然这个是2017年了 是那时候我写的时候的那时候的情况啊 不是讲要买哈 这个绝对不是想买 这只是我们来来个study一下哈 这个英文的价量配合我们就讲做 叫做price volume analysis 记得price就是价吗 volume就是量吗 所以是price volume analysis 所以哦 我看嗯 好了 差不多时间 好了先我已经好了 OK 这两者见重要呢 你们可以在上面呃 这个选择 然后再做poel的当额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请写在我们的问答环节的box里面 好的 可以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个很有趣的问题了 好 好 如果等一下如果不多question的话 我可能我再跟大家go to 下fpgroup yeah 今天看起来好像呃 问题没有这么多 可是没关系 OK我们再看 好 好了 还有我们有7880%的人都vote了啊 还有还有10多巴仙人还没有vote OK没关系 我们就关我们的poel了 OK 你们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呃 结果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poel result 看起来呃 有15巴仙人是基本分析 6巴仙人只是看技术分析 然后79巴仙人两边两面都看啊 OK好呃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知道你们的哪个对面 比较重要 OK那接下去我们就来做我们的问答环节 OK 好 让我喝一口水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讲是想问你啊 你刚才那个chart啊 你讲亮的时候齁 青色的是什么意思 红色的什么意思 OK 好 这个眼睛很亮 眼睛很尖 OK 有时候你看的时候哦 OK 我们拿那个刚才的example 它有些亮 有些是青色有些是红色 就是讲买家跟卖家了 青色的时候都是我们讲买家了 叫买的人比较多 OK 红色就是讲卖的人咯 但是给我来讲啊 但是给我来讲啊 基本上我很少看这个量 是青色或者是红色 我还是用回去看看我们收视在zone1 zone2 或者zone3 如果收视在zone1的话 蜡烛如果收视在zone1 那个蜡烛 所以蜡烛如果收视在zone1 就是讲他买的人比较多 OK 不管他的这个量是红色或者是青色 OK 我们都不管他是青色或者是红色 我们是看蜡烛收视在zone1 我们就讲那天活动 他的activity 那当天的活动买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是通常跟我的 跟我的朋友跟我的认识人讲 青色或者红色不重要 我们是看蜡烛收视在zone1 或者Zone2或者Zone3 OK 嗯 所以 呃 等一下啊 Follow up the question Follow up the question 你就是说 也就是说 呃 等一下 给我 rephrase一下 OK 就是说 好 青色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 呃 黑色蜡烛吗 就是 就是 sorry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有可能是 买家比较多的时候 是 是股价是跌的吗 有啊 哎 买家比较多的时候 股价是跌的 就是青色蜡烛 青色蜡烛 就是如果 如果那个蜡烛是白色的话 在这个例子 蜡烛白色的话 是不是成交量一定是青色呢 还是蜡烛白色有可能成交量也是红色的呢 我来讲是没有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 你看 如果比如讲 啊 当天这个蜡烛哦 这个蜡烛是黑色的啊 收视在zone 3啊 他收视在zone 3 他给我的量 如果 那些他给我的量是青色的时候 你一定是觉得很奇怪吗 哎 这个收视在zone 3啊 本来是卖家比较多 为什么他这个蜡烛 他的量会是青色呢 给我来讲的话啦 我是不管 我的量是什么颜色 因为这个蜡烛 告诉我 一开始的时候 在这边 整天他的股价上下上下的时候 到下午 五五 四点多 要收视的时候 他收视在最低一点 所以他是个阴烛来的 阴烛 所以他的量 我觉得 量我是不看颜色 我如果看到很高的量 他如果是青色 我还是 我还是 我的看法就是 他是卖家比较多 所以那个量的颜色 我是不看的 我是看这个蜡烛的收视 比如你讲 如果你想跟我argue讲 这是青色是讲买家比较多啊 我讲好 如果你讲买家比较多 为什么蜡烛还会 继续收视在最低一点呢 是不是 如果一整天很多人在买的话 buy right buy right 他应该是向上的啊 buy right 他应该是阳烛啊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 怎么可能 他会是一个 黑色的呢 证明 他的量又是个青色的 就是讲 我只是看蜡烛 蜡烛收视在第几个zone 然后呢 这是让我决定的方法 蜡烛收视在第三个zone 他的量 不管是青色或者是红色 就讲卖家比较多 嗯 你说买家比较多 是不是buy q 比较多 是不是 transaction buy的人 不是buy q 就是讲transacted value 当天买卖的人 transacted value 如果当时transacted value的话 如果是要买的slot 卖的也是slot 所以买家 卖家一定是一样的吗 对 啊 所以那个 但是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能蜡烛就是像一条线罢了咯 你讲买买跟卖的吗 一样多吗 嗯 因为是成交吗 因为有就是100个lot的人要买 一定有100个lot的人要卖了吗 所以买家跟卖家的lot应该是一样的吗 只是可能有很多buy q 这样子才算多呢 是超过1000吗 OK 我们用肉眼来看啊 其实在我们的图表里面 我们有一个indicator 通常我们可以放40天 他有个moving average40天 嗯 我通常是放40天 我在下一个webinar 我会讲到我们怎么决定量量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example我就看 就讲我的一个商量最高点吗 比如讲我现在画一个商量这样子 上下上下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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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 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最高点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 就可以把它当作是 这里 这里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用不同颜色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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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差不多这样子 如果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会讲我们用moving average40天 那我们就来决定 超过那条线的以上 我们就可以assume 是 volume 是高 如果低过那个moving average的话哦 低过那个量的平均线 我们可能就不愿注意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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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 图形跟那个量跟价的策略哦 是不是 小型的重型跟大市值的公司都可以用呢 可以的 是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对对对对 什么市值大小大中小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拿来用的 然后这种技术分析是常常用在trading的吗 嗯 trading是的 是的 因为你看哦 如果一个人是一个trader的话哦 刚才我们讲到 我们这些是看日线图嘛 什么是日线图 就是那一天那一个蜡烛 OK 有些人是愿 秒 15分钟 1分钟 1分钟的图哦 所以如果他们是用分 分钟图的话哦 你看到我们看到每一个哦 他这边就1分钟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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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是我可以讲这些差不多是像trader 这样子哦他们应该也是用同样的价量配合拿来帮他们买卖咯 如果我们这是日线图吗 日线图就是一天一天咯 OK 他们那些分钟图就每1分钟哦 他就换一个X咯 所以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哦 那个那个蜡烛告诉我们最高 在那1分钟最高点最低点开始价跟收市价是多少咯 嗯 OK 那请问除了比较volume total volume之外啊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决定啊买跟卖的价位呢 啊 在在在那题目再来一次 除了用price volume我们怎么决定 除了比较total volume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决定买跟卖的价位呢 买跟卖的价位只有用蜡烛它的开市价跟收市价来定 OK 我们讲的价量 所以跟volume没有关系对不对 是的 啊 OK OK 所以看价格 可能 不是看量成交量 对对对对 嗯 OK 那接下去呢 我想想请问的是啊 刚才说的价量分析呢 是不是可以当做装价进场的根据之一呢 我觉得可以 因为你看到啊比较多量的时候就是讲有一大群就是讲有很多transact value 就是讲有有一些人在买我不懂那些人是谁 OK 他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 或者他是一个基金经理 我们都不懂 但是我很肯定的一个就是如果是一个基金经理的 如果是一个有train的一个基金经理 或者是一个我们讲或者是一个market maker 他们应该不会一次过买那么多 他们一定是分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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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买 可能我们看到的这些可能就是他射了他第一批子弹 第二批子弹第三批子弹 第四批第五批我们都不懂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价量配合可以告诉我们有人在买 买的人是谁 我们就可能可以猜测讲可能是基金经理 或者是其他有钱的人 我们不能很肯定的讲 因为我们市场很大 OK 我们不可能 我们没有farm 我们身为一个散户 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底这些人买 买的人是谁 我们没有 我身为一个散户 我是没有这个本质 我没有那个数据 可能Busa有的数据 可能那些你们我们都是要用钱去subscribe 要用钱去买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回去 这些量 Busa怎么能够决定 这些人是散户 或者是基金经理 Busa也是可能告诉 可能他们也是不能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大的量 我们讲 OK 买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买的人比较多 可能我们可以讲是很多散户 OK 或者是基金经理有买 嗯 OK 那我们能不能在Busa Malaysia的website找出 当时那天交易最多的那个用户是谁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announcement里面看到 像我上次讲的 我给的那个example 在WTK的example 他有一个什么chain shareholding 我们可以看 但是那个只是告诉我们以前发生的事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可能那天 比如讲你看到这个量很高 可能是你去checkBusa的announcement 在这一天的时候 比如讲 在6月5号的时候 是不是有其他人去买 你就可以看Busa announcement 就可以看到底是谁在买 一些Busa会有登 尤其是当他是那些公司的管理层 如果买卖超过多少percent 他们都是要公布的 Busa有个规则讲要公布 嗯 OK 那请问那些price action跟那个成交量 是需要在明显的uptrend才可以用的吗 再来再来多一次 你的问题 请问那些price action和成交量啊 是需要使用在明显的uptrend才可以得对吗 嗯 还是不可以这样的 不是uptrend也是可以做个参考 不是uptrend 不是uptrend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啊 我们看以前Sk petrol我们的SE energy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油价不好的时候哦 你看到他那些蜡烛 你看到他那些蜡烛 比如讲呢 我只是画在这边好 我看他的蜡烛的时候 他勒 他一定是 他的那个图表我下面是Volume吗 他的Volume很高 很高很高哦 然后我们看他的蜡烛 如果是黑色的收视在zone3哦 你看到他一直向下跌哦 就是讲很多人在卖咯 是不是该我们讲的吗 我们是看他收视在zone3的话 就是讲很多人在卖 我们是看他的收视价 OK 然后他的量高收视在zone3 像很多人在卖 很多人在卖的同时间 那个图表每天一直向下滑 向下就这样 越来越多人向下 越来越多人卖 所以不只可以work在uptrend 也可以work在down trend 嗯 OK OK 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 请问你觉得用ADX方式看几时 进场好不好还是用蜡烛的方式 那是什么ADX吗 ADX ADX哦 其实ADX只是一个技术指标 OK 我还没有真正去研究 我还没有真正去明白 到底ADX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来的 所以我不能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 因为给我来讲 如果我要明白ADX那个图画 如果没有错ADX也是有三条线 我要明白到底他那个蜡烛的 他那个线哦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我才可以有把握的讲 像我们讲的这个price volume analysis 是最简单的 是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蜡烛 收拾在这几个zone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买的人多还是卖的人多 跟他的量呢 所以ADX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去研究 我是可以研究 好 好 就让我客串帮你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本身也是有用过ADX的 那我本身认为ADX的技术指标是帮你找出那个trend的强势强势 我的本身的看法是如果ADX超过40的话 他就是代表这个trend是蛮强的 ADX超过40也不代表它是上升的trend ADX代表40 因为ADX是没有direction的 就是说down trend也可能超过40 up trend也可能超过40 所以如果你要做长期 你要看这样的进场的话 如果我认为你可以把ADX超过40的话 然后就当成是一个趋势很强 你可以再继续在追 这个是我的看法 OK 可能 所以我是不是讲 就是讲这些 其实他是算一个lagging indicator 就是因为它是based on 之前发生的东西 就是之前发生的收视价 然后它proc出来的 这个是我用ADX的一个指标 我自己做自己的标准 OK 可是不代表这样子做是一定会很赚钱 只是只是给你看那个trend 到底是一个很强的trend 还是比较弱的trend 当ADX过40 代表他trend真的是很强了 过25已经算是强了 过40真的是很强 所以如果你要做trading的话 过40的话可以buy on deep OK 好 接下去的问题是呢 那不算里面有这么多 每天都看完全部吗 还是只看自己三十股 来买卖来看买卖机会呢 OK 我们不是要上市的 全部有900多家公司 如果 OK 我自己的习惯 我都会去注意看一些 比如讲今天top volume 今天top gainer top loser 这样子的咯 不一定要看完全部的 还是你就看你有买的股 第一个你就看你有买的股咯 当然你要看是不是你应该take profit 还是你如果你的买的原因 是因为技术面跟你讲啊 你看一下那图表是不是应该 他告诉你要卖了啊 还是什么 如果你要你有看报纸啊 你有注意到这个股好像公司讲啊 公司管理层有讲啊 这个股好像是不错不错 他讲有进来 in the near future 再进几个月来 会有一些很大笔的收入啊 还是什么 你就可以看他图表了 你才决定到底你买入的价位是什么咯 这是我愿技术面啊 当然你就不用看完全部了 因为你越看越多 你会越来越乱 但是在第四个 sorry 在第五个webinar的时候 我会讲啊 我们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用一些indicator啊 一些技术指标来帮助我们讲 哎 怎么时候我们可以注意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买 在第五个webinar 我会跟大家讲 ok ok 那你建议投资者要几时进场呢 我是比较喜欢当有breakout的时候 breakout就讲price volume 有开始价量配合突破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不可能买在低点 不可能卖在最高点 所以你都是等一天啊 你都是等一天啊 你看到那天前 就是昨天有降了价位过 明天今天也是追了啦 我也没有我 我是不是很适合 我不喜欢追高股票 因为你会弄你自己的 有时候你会越赚越少 就是他加量配合的时候 可能他再回调到一些某些位置 我们就可以买咯 排队在那边等咯 我不会追高 我也不建议人去追高 因为我们的股市有900多只股 为什么你只是一直盯着他 一定要追高他 现在很多股的吗 对不对 嗯 OK 那请问一指阳功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阳功 一指阳功是什么意思 通常在开示发生的 嗯 怎么写那个一指阳 一指啊 好像那个 一指是手指的指 阳功 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特末 因为我没有什么 我看华语的 我也是没有 有学生问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这个写下来看 我下次webinar 我们第五个webinar 我可以 一阳子的指 跟一阳子的阳 一指阳功是什么意思 好 没关系我们再看下一题 OK 那请问我们的 有看图标 然后 呃 请问我们有图表 可以来看 到底是散户是大庄家的吗 有什么 什么什么 既是指标 可以给我们看 谁是散户是大庄家的吗 嗯 这个我们还是不能告诉 我们还是无法看 因为像普通的图表 我们是没有那些数据的 我们看那些高的volume 我们是不知道到底是散户买 或者是谁买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是 因为那个量有那么多 比如讲这个量 我们有32个million的量 32million transector的量 你在称与他的成交 那个价值 那个比如讲四毛钱 你可以知道 这个一定是有基金经理 如果不是基金经理的话 就是一些fund OK 不是一些fund 就是可能有很大逼的人去买 因为我觉得散户不可能 不可以这样子讲 很少人 会有本事 愿他们的资金 把他把那股价打上去 很少人有这本事 因为我们散户的资金是有限的吗 除非我们是那些基金经理 那些fund house 因为他们的基金是 当然是比散户多的啦 所以在这个在目前上 我们在量的方面 我们看不出是 是散户啊 还是基金经理 还是哪一些fund 我们看不出 但是我们只要量多 就讲很多人在那里 嗯 OK 那请问这种 这种成交量啊 price volume analysis啊 会不会比那些moving average 比较有其他的indicator 来的更sensitive呢 我通常不会讲哪个是最好 我不会讲哪个最sensitive 我会一起搭配来用 就是啊 辅助对方哦 如果比如讲啊 我加量配合 给我一个突破 然后呢 我的moving average 同时间也是给我环金交叉 我就讲 诶 这个股我可以注意了 当然我们 我们 我们很少 给我来讲 我很少会单单用一个 很少单单用一个indicator 我一定会 呃 我会建议用几个 可能一两个indicator 你比较熟悉的indicator 技术指标来配合咯 但是我本身是最喜欢 加量有突破咯 加量配合有突破的 有突破的咯 OK好 那有学生问哦 你可不可以 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啊 在 在 在你的slide上面 有没有例子啊 可以 现在我们就开我们的busa marketplace 啊 好 我们就看这只股 我自己不要看farmpad的表情 我们看dufu这只股 应该也是不错的 dufu这只股也是有做hard disk 也是有做一些technology的东西啦 OK 所以我现在在运作demo 运作busa marketplace啊 我把我的slide放大 OK OK busa marketplace 记得它的有个显微镜 你直接按你打你的股 然后过后就 全部东西就出来了 然后你这边按个chart 然后它的图表就出来了 OK 像我刚才的slide有讲到price chart啊 就是啊 现现形图 candle stick 我们看candle stick 你看 如果我没有错 我们看它的candle stick 就是讲 讲 讲 所以你在学着我的slide是吗 对对对看着你的slide 看着我的screen sorry 对看着你的screen 下 下 这个website啊 我们的线可能我的线有点慢 或者我在啊 等下我们除了看这个 before that 我们再转多另外一个例子 我以为也是想要讲的 ok 如果你们有看啊 宏观经济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啊 美国跟的k 土耳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呢 土耳其的 加钱 忽然间 升 高 下 看这边 ok 这是 以前 美金换换啊 特质尼拉 就是那个土耳其的货币哦 是差不多1块美金可以换4块多 但是为什么忽然间上个星期五直接升标上去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功课 大家去google看看为什么忽然间升高咯 所以这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到 好 你看这个我忽然间升上去 所以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功课咯 好 好像这个website 我的信有点慢 ok 再等他refresh 是当而我问你下一个问题哈 好可以 可以吗 那有没有可能在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有 你会这样子做呢 我对我们下一个 他已经到一个里面 他应该 很少可能又在下了 所以他上升的幅度 就是我们上上他上升的那个量 我还是画出来 比较好 OK 比如讲 现在我们的例子是这样子 比如讲一个X OK 他到这里的时候 他忽然间有加量 有Volume上去了 所以我如果看Risk Reward 我Let's say 我Assume他可以走到前期高 前期高点 这是我的Reward 所以我的Risk 可能这是Limited 我的Risk就比较少 你买吗 我的Risk就比较少 可能我就可能这边是个8块 我完整 我把一个完整的号码 当作是一个他的Support 可能这是我的Risk 如果我这样 如果这股价跌破8块钱 我就要涨 如果我买的原因 是因为技术面 是因为技术面 跌少过8块 我就要涨了 如果他这边开始上去的话 就是讲 我还有上面那些幅度 我的Reward还有这么多 我的Risk就比较少 所以我本身是比较喜欢 Downtrain OK Downtrain 还有Reversal的时候 OK Reversal就是 可能我用一些Indicator 来帮助我看 就是可能我用Moveing Average 帮我看 帮我肯定 但是不是讲 一Downtrain的时候 一有Volume的时候 加量配合我就立刻买 我绝对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是要等到有几个指标告诉我的时候 肯定的数据越多 我就可以 第二个做法就是 我可能可以先分批买 我可能可以先买一点点先 test test一下 去试试看到底 它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OK 如果我先买一点先 我现在射了一批子弹 过后 他又告诉我 又有环境交叉了 又有一个加量配合的时候 或者又有新闻讲 好像有某某某某人在买 还是有因为有利好的消息 有好的消息 很多人买的时候 OK 那我可能才会射我第二批子弹 试试看个人的做法 好的 那请问你的 你的那个 不上了Market Place的那个 车 落好了 刚才落好了 OK 好 我们再看图表吧 给个live的例子 我该按的是price chart sorry sorry ok 好了 你看这是我原啊 不上Market Place的例子 你看啊 OK 不上Market Place好的 就是它这个下面这个bar 你可以看 你可以瞧 看到吗 OK 现在我们看 我们看那些 我们看进来一个月 通常我是比较看久一点 我们看六个月了 OK 你看到这些量吗 这些量全部没有 量不够多 然后我们的股价很像在睡觉 这样横摆一段 然后你们有看到 最近这边 比较多了 你看 我们再zoom一点 这个量 你看 它收视在zone 1 量这么高 收视在zone 1 我可不可以讲很多买家在买 可以 这个也是收视在zone 1 买家在买 这也是买家在买 但是你看它稍微这里 这一片阴烛了 开始下调了 开始下了一点点了 但是你看它量 它的量没有什么多 就讲那些买的人还在这里 买的人还在这里 还在这边里面 可能只是一部分人可能跑了 一部分人已经卖了 但是买的人还比较多 还是照样多过我们的卖的人 这样子咯 嗯 好的 好 谢谢讲师 今天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 我们如何看图说故事 那接下去呢 我们要告诉你下一个 下一个 等一下 让我拿回我的control 好 OK 我拿回我的presenter control OK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荧幕吗 OK好 再跟大家提醒提醒大家 OK 如果你还没开始投资呢 如果你是新的投资者呢 所有新的投资者呢 都可以都给BUSA给予呢 fee waiver on trading and clearing fee for six months 所以你投资6个月呢 都不需要给那个coding fee 然后接下去呢 所有的mick cap跟small cap stock呢 都不需要给stamp duty 呃大概三年左右 然后stamp duty for我们的contract contract notes on ETF 跟structural warrants呢 也可以就是平单呢 跟我们的挂牌的基金呢 也可以不需要 也可以豁免 不需要给 然后也是大概三年左右 那我们接下去线上讲座会呢 下一个呃线上讲座会 就是标题是自呃 技术指标基础版 所以是呃10月9号星期二 8点半到10点 然后今天很呃 感谢大家今天出席 如果你想要出席下一个的话 请去我们的网址呃 报名啊 ok 等我把这个网址分享给大家 ok ok好 我已经把这个网址放在呃 我们的chat groups了 ok 如果你们想要不想要错过我们讲 时候我们分享的技术指标 呃基础版呢 请到我们的网址上呃 立刻马上现在报名 ok我们名额有限 今天很感谢大家抽空出席 其实我呃 可能还有一些人已经 做无需缺席了 ok好 很感谢大家今天出席 我们呃 感谢讲师为大家今天抽出时间来 跟我分享你的 在呃 图表上的经历了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 如何可以用呃 价格跟成交量来做一个呃 标准 到底这个 到底是不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 啊 谢谢讲师 好 谢谢先 谢谢大家 呀 谢谢大家 所以呃 请大家有个愉快的呃夜晚 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